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南主席老一家 華航本來就有一個 它是最大的 運量最大的 很重要的 台灣第一大重要的 長榮還不到它的一半吧 這麼大的一個公司 本來就是老大 它又是辦公務機關 華航其實是辦國營的 雖然它的企業現在看起來 只有一個私人 其實裡面都是政府的家族 所以它有一種類似 金飯碗 鐵飯碗 這個啊 我懂我懂 倒霉事不會發生我事 靠在那裡真的發生 現在 我還沒說 這個事情 我看網路很多人的范雲 我也有點同情他 但是覺得 你去關說這種事不對的 其實我也做過八年盤的國台代表 國台雖然沒有什麼職權 但是也有人 選你一票啊 有事情要來找你也不能拒絕 你就去賺 其實當民意代表 關收有幾個禁忌 所以說這個東西 這種是很科學的東西 就好像 太陽從東邊出來 從西邊下去 這就是 嚇嚇到 一定是這樣的事情 這怎麼可以關收成效的 對吧 這病毒就是要隔離五天 再來自主管理幾天 這樣才能夠運動的 可以看到它的變化 你告訴你 你怎麼能夠改做三天 你怎麼比上帝更厲害 三天變十一天 像同學 反正都十一天 隔離跟自主管理是差很多 隔離是 但是 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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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自己認知的問題 考驗 結果問題怎麼出 關收完 實施之後 真的問題就出在花 這樣考驗 我跟你講 民意代表 關收 有很多的經驗 你不要跟自然科學 或者是 本 定律 不要去跟那個對方 來看起來 再來 一些 社會大眾很討厭的 很可惡的事情 不要去關收 再來 關收你不能有利益 以前我做的 大概是三 你不能說 我是為了有利益才去的 這拼出來你就大事大 這三個 你問 譬如說有人關收 喔 獨片的 我以前想什麼獨片的 不好意思 你如果我比較欠罪 好像有模糊地帶 這就是 我們一隻隻去幫關心一下 關心也要有技術 你不能說 欸 你要怎樣 不好意思 不然你吃這個 你警察如果去背面你就死了 我來關心一下 而且是要那種 有模糊空間的 你才可以去關收這個 像這個 即便這種 這麼重大的傳染病 你照理說是不能碰的 在這裡 但是我怎麼把這個犯人 鼓勵一下 不要氣餒 但是 要是說 要檢討 政府怎麼 政府才是問題所在 你怎麼開放了 關收你不能開放啊 你怎麼開放 開放了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因為阿諏 我以為你不怕 你怎麼開放了 然後在這裡 你怎麼做 你不會再寫 你不怕 你也不是那種 不是那些嗎 那種